PS5 Pro的硬件规格已经出来了 那么它和PS5的硬件规格有哪些区别呢 这个硬件规格在这个箱子里边有 在说明书使用指南里边 第14页和第15页 现在PS5 Pro的硬件规格是来自于国外 很多知名媒体的开箱 等我们收到这个PS5 Pro的时候 说明手册里也有 主要说一些区别 CPU没有变 还是AMD的X86 64位 ZenR的8核16线程 但是这个GPU也就是响卡变了 变成了16.7T的算力 那这个PS5的 它的CPU也是8核16线程 但是它的响卡的算力是10T 多了6.7T 也就是说它的硬件图形机能并没有翻倍 而是多了一个67% 但是硬件规硬件 实际效果规实际效果 这个最后再说 内存16G的DDR6 还有一个2G的DDR5 在PS5上是16G的DDR6 那多了2G的DDR5 应该是给系统用的 让这16G的DDR快速内存主要用于游戏 然后是硬盘存储2TB 而且还支持自定义SSD PS5我这是老版的是825GB 也可以增加SSD 然后下面是USB接口 这个没有啥变化 还有M.2的硬盘接口和一个光区接口 下面是网卡 是千兆的网卡 蓝牙还是5.1 但是它WiFi多了一个WiFi7 比较宽 重量是3.1千克 是不带光区的 5的老版是4.2千克 Pro轻了1公斤 这个光区应该没有1公斤吧 这就是PS5 Pro的规格 你们觉得提升大吗 5和5 Pro是同一代的东西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只是通过软件加硬件的调校升级 让效果几乎能够翻倍 PS5 Pro的算力是16.7T PS5和Slim是10T 只增加了67% 然后我们再看PS4 它的算力是1.84T 4 Pro是4.2T 算力翻了一倍都拐弯 然后看从4的Pro到PS5 从4.2G升到10G 也是翻了一倍还拐弯 但是为什么从5到5的Pro 连一倍都没翻呢 是因为有了一个技术叫PSSR 这个是目前现在发展的规律 硬件不够软件凑 软件就是PSSR PS5如果是一个美女的话 是一个5分的 那这个PS5 Pro相当于7、8分的美女 但是你想要10分的美女怎么办呢 剩下的部分就得靠美颜了 靠软件靠AI给它拉上去 甚至拉的能拉到12分都有可能 具体得看游戏厂商怎么拉 怎么换脸 PS4是2013年发布的吧 PS5 Pro是2024年发布的 10年变化了这么多